欢迎收看 近集的台湾 我是许晶晶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说到温国志 爱看烹饪节目的人 对她应该不陌生 今年不到四十岁的她 淑琳却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 她把自家火锅餐厅 当成了炫技舞台 无论是肉感登场的火焰女神 蕴含五学一涵的功夫南瓜 还是造型酷似残宝宝吐司的 残碱豆腐 总是能够成功抓住顾客的眼球 但是叫人很难想象的是 名厨的过去 居然是直销西京组织的一份子 还猜迷心窍 放弃自己热爱的厨师梦 最后负债上百万收场 来看温国志 是如何用料理翻转人生 你好 欢迎赛一下火焰女神 今天很神奇啊 来慢慢研究她怎么办 就是蛮创型 可以把它想成洋装 这是我们的功夫南瓜 会舍不得吃吗 有 我会先看一下 然后就不好意思 跟大家讲一些要说要破坏 准备要吃 赞 有很多人在FB上面打卡 每天在看有人打卡 每天在看有人打卡 就想说来吃吃看 就是没有定位有来 然后就是也吃不到 究竟是什么样的火锅名店 吸引离美职棒选手陈伟英 一回到台湾就来报道 还掳获不少明星的青睐 甚至人气旺道连平日中午都坐无虚席 你看像这个太极啊 就是它锅质的造型 就像参观博物馆之类的 带朋友来聚餐还蛮有面子的 因为很有话题就对了 对啊 看到一个锅质就可以聊很久啊 光用一个造型独特的太极鸳鸯火锅 就紧紧抓住顾客眼球的幕后推手 就是她温国志 爱看烹饪节目的人 对她一定不陌生 但要让生意像火锅一样热闹滚滚 温国志靠的不是民族魅力 而是她满脑子的创意 现点现切的鲜嫩牛五花 温国志不像一般的业者 以肉盘的方式上菜 而是化身服装设计师 将一片片的鲜红牛肉当成物料 为芭比娃娃打点心头 做一个披肩 透过她的巧手 穿着一袭鲜红礼服的芭比娃娃 肉感登场 但点子王的巧思还没有结束 只见她又捐起一片牛五花当花苞 两三下就遮出一朵鲜红玉滴的玫瑰花 你好 大家好 下楼 这边先为你送上的是我们的火焰女神 上桌之后 在芭比娃娃的华丽裙摆前 淋上兰姆酒炙烧 慢慢地逼出牛五花的诱人油香 结合视觉和秀局的上场秀 果然再一次成功地吸引大家的目光 就觉得很神奇 还要慢慢研究它怎么办 看到都会很有使力 摆盘上来的时候就是很丰富 而且很立体 就是你看到它你就会很期待 接下来你会吃到什么样的口感 会不会跟别家店我们一样的味道 很像一片尖的一片 那你从视觉上面画到的味觉 它是真的很好吃吗 就真的很好吃 要说来这里用餐 就像看秀一样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整个餐厅就像是温国志的伸展台 你好 这是我们的功夫南瓜 仔细瞧温国志端出的功夫南瓜 各个蕴含中国传统武术的意涵 它怎么粘上去 因为我刚刚就一直想说 它粘成那个样子 它是怎么把它粘上去的 对 我刚刚看半天 它还是想不出来 叫人好好奇的功夫南瓜 其实是温国志的创意火锅之一 巧思来自中国古代四大神兽中的玄武神龟 黄色的部分是属于玄武 就是神龟 它见首不见尾 我们现在上桌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形状 那下去煮一煮就化于无形 就见首不见尾 炉火焦温造型独特的功夫南瓜 慢慢融化 精华也渐渐释放 由于这一锅玄武南瓜 看得到也喝得到真材实料 是不少崇尚食补养生民度的罪爱 会舍不得吃吗 有 我会先看一下 然后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一些要说要破坏了 准备要吃了这样 将温国制的四神兽火锅一字排开 白虎制的是汤色乳白的大骨锅 在汤上里转呀转的香醇高汤 喝得到满满焦汁 鸡脚跟猪饼可以让汤汁喝起来 有一点浓稠的风味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话 它喝起来的甜度也会比较高 取名青龙的酸辣锅 灵魂主角是青辣椒 辣度不明显 却拥有特殊的辛香滋味 当中店里最受欢迎的猪雀麻辣锅 红红红的汤头 口感却很温润 关键在于温国制选用多达50种的药扇 来炼制锅底 药材的部分我们选用的非常大量 而且是多样性的 我们其中里面加了这个凉草跟排草 可以综合麻辣锅里面上火的 这些食材的一个属性 吃我们这个麻辣锅 它吃完之后隔天肚子是不会不舒服的 以小火慢炒四个小时 让50种药扇的独特滋味充分释放 再融合才能成就这一锅 香麻却不嗆辣的满江红 难怪可以通过麻辣控的味蕾考验 就是会麻麻然后很香 外面会比较强一点 就是可能会真的就很烂 然后可能会辣到你胃会不舒服 不光大费周章设计的四神兽火锅 温国制就连火锅料也别出心裁 不同坊间大多使用现成的火锅料 身为各大美食比赛常盛军的他 坚持走丘楼踩的路线 好比这一道外形酷似 残宝宝吐司的残茧豆腐 就是他在2008年台湾美食展 得到冠军的作品 食材是豆香浓郁的板豆腐 做法则套具国父孙中山的名言 非常建设前 必先有非常的破坏 豆腐把它压干之后 然后再把它过筛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比较细腻口感 以手工压碎的豆腐泥 加入盐和胡椒调味 搅拌均匀之后再运用手劲 让豆腐泥在一泡一接的过程中 慢慢变成残茧的形状 别看温国制轻轻松松 就完成了一颗残茧豆腐 其实各种技法 旁人是很难参透的 我刷很快 有的你大概三分钟才摔力 就是你摔的这个点 要在这个掌心的地方 它是连贯动作 我摔下去我又接起来 又再拿起来摔 所以它是一连串的动作 看着温国制又抛又接 才完成一颗残茧豆腐 这旁采访的我们光看就好累人 难道不能用模型塑形吗 模型压的话 里面就不扎实了 你看我这样摔 它有两个功能 表面光滑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 我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以让中心点 豆腐你会呈现比较扎实的口感 真的功夫菜 温国制扎扎实实做出功夫菜 紧接着要下油锅定型 炸完之后表面就光滑 里面会有一点空心的状态 炸到外表呈现金黄色的残茧豆腐 还得沥干多余的油脂 才算大功告成 其他的造型也再度引爆话题 在外面吃火锅店就是送上来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豆腐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 它刚刚送上来就不可能 不太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一吃发现是豆腐 就觉得很特别 但你可别以为 外形独特的残茧豆腐 只是搞噱头 下锅烹煮之后 吸饱汤汁的口感 是叫人一吃难忘 我以为它不是豆腐 我以为是什么甜不辣的 一般豆腐比较软 可是它是比较进食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擅长眼球行销的温国志 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叫做温老师 在忙碌的餐厅工作 以及烹饪节目录影之外 他还抽空到学校教学 同学好 教师好 好 我们开始上课了 一片一片抛下桔瓜的外皮 号称点子王的温老师 这一会儿又要变出 什么创意料理 让学生们好期待 纵向的宽度跟横向的宽度 要一致 原来他又要化身服装设计师 运用黄结瓜和绿结瓜的外皮 一条一条地编出黄绿相间的小方毯 再当成台湾钓鱼的暖被窝 最后摆上红黄彩焦点缀 一道色彩编纸的编织鱼排 让学生们好惊奇 我觉得它像一个艺术品 它跟其他一般老师比下来 因为它是业界师傅 一般的老师可能就只是把菜的味道做得好吃 那他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呈现方式 教给我们一些平常学不到的东西 学生口中和其他老师很不一样的温国志 不只教授烹饪技法 每一堂课还会不厌其烦 重复叮咛这一句话 身为一个厨师 我们对这个食材一定要尊重 食材的功能把它发挥到极致 修下来的果皮可以拿来熬汤 这个不要浪费食物的理念 其实是温国志的童年领悟 因为出身花莲偏向的他 从小家境贫苦 小学就得到餐厅打工帮忙家绩 三餐都是吃厨房做菜剩下的下饺料 进而养成珍惜食物的观念 老师傅其实属于比较不友善的 也没有所谓的什么职场的一个概念 反正他就是他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他不爽就可以 就是不爽这样子 可能他炒菜的时候 就是拿那个草票来敲你这样子 切菜你切不好 他可能就会拿刀子起来就是 就算当时的师傅非常严厉 急需赚钱的他依旧咬牙撑了下来 从国小一路打工到高中毕业 当中还考取了难度极高的中餐 以及正照 并推增上高雄参旅大学 由于求学过程中温国志杰出的表现 是各大厨艺比赛的长盛军 让他如愿地成为国宴浴厨水洼师的土地 正当温国志以为自己离厨师的梦想越来越近 来自花莲老家的一个噩耗 让他顿时失去了追梦的动力 当时无家可归的温国志只能自力更生 为了养活自己 当时的他除了在餐厅当学徒 还到处打零工 一个月才赚三万多块 勉强图个温饱 我跟我哥还我妹在领口租了一个压房 就我妹是睡床上 我跟我哥是睡地板这样 虽然物质生活暂时还不于匮乏 温国志还是无法释怀家庭破碎的遗憾 在隋友的煽动之下 他居然加入了直销的吸金组织 最失忆的时候 你如果碰到这个事情 他们把你的未来破坏得很美好 我就去试试看 由于一开始做直销 就让温国志一个月赚到十多万 收入是做学徒的好几倍 当时财迷心窍的他 又听信了隋友的建议 不光放弃厨师梦想 还贷款了好几百万 专心经营直销事业 没想到努力到最后 才发现自己中了隋友的圈套 时间一长了 他必须要面临到很现实的收入问题 我努力 我一天做三份工作 做了一年两年 那我其实是有一些存款的 那我又碰到这个事情 等于是我把存款没了 又负债 因为误入了直销陷阱 让原本生活结局的温国志 还得背负上百万的债务 无疑是雪上加霜 还好这个时候 恩师水娃师找他回团队 加上师兄的鼓励 让他重拾对料理的热情 我看过他掉眼泪 那时候蛮在意的是钱的问题 那家里的钱的问题 那有时候他讲到这一段 他会不讲话 感谢恩师和师兄的提点 温国志又开始征战 海内外各大厨艺竞赛 还抱回了一座又一座的冠军奖杯 甚至在2013年 荣获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是历年来获奖的第二位厨师 顶着名厨的光环 温国志找来当初提及他的师兄 一起创业卖火锅 为了在一级战区 台大公馆商圈 一举打响知名度 师兄弟光是研发菜色 就花了半年 当中这一道外形酷似 文房四宝墨条的私房好料 里头可是暗藏瞬机 鸡卵谷在花枝浆里面 会呈现有点脆脆的口感 原来温国志创意 将鸡卵谷放进花枝浆 增加口感 再加进养生的竹炭粉 拌黑脸 把它拌匀 因为那个花枝里面 还有一些颗粒 所以它可能切开的时候 会白白的 它那个花枝里面的部分 有点黑黑的 所以它有一个黑白相间 最后放进蒸笼催熟 就是一道创意火锅料 细细长长 酷似墨条的造型 再度颠覆了你我印象中的花枝丸 很像那个黑糖糕 墨鱼的部分蛮Q的 有点像果冻 然后它有加鸡软骨嘛 Q中有带一点口感 所以就还蛮特别的啊 因为怀抱理想 让温国志的火锅餐厅 不只是火锅餐厅 还是它展现多年厨艺的炫技舞台 它以独到的眼球行销 成功在火锅吃到饱密集的一级战区 也就是台大公馆商圈 站稳脚步 吃到饱很容易为了吃饱 然后塞很多东西 这个就刚刚好这样 凭这边要顾得到 对对对 电视上都会有一些节目 然后就会看到他在做菜 然后就觉得 那个师傅好像很厉害 然后进来醒无之后发现 那个师傅竟然在醒无教书 然后在课堂上学习 就是可以去他的课堂学习这样 这个九十番 这个菇体的味道 有把它烧入味 然后这个香菇 这个猴头菇的这个外形的部分 黏着性有做出 温国志用庙里翻转 一度低潮的人生 从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穷乎小孩 摇身一变成了名厨 名师 也期盼将自身的经验当成养分 用来培育更多餐饮界的心血 和你能够试图考虎坚勇 跟张女生 改变成了 generic 会用幻灵状分 对 担心 也期待 感谢观看